二十九席元功能組別,原本是二十九席元功能組別一個區議會,現在有三十席 元功能組別保留二十九席,沒有動,不過區議會加到八十席,由政府六席的區議會功能組別變成十一席 這跟政府方案有什麼分別?由特首選舉,選委會增加一千二百人,增加四百個民選區議員,這跟政府有什麼分別? 想不到分別 他也是增至一百二十人,一千二百人,加入四百名民選區 他這裏有增加,好心理啦,增加多人就增加多個候選人要去派餅仔 他這裏有什麼分別? 他也是一千二百人,跟現在的政改方案一樣 由原來的八百人,保持原來的八百人,又加四百個民選區議員 怎麼搞的?為何加區議員呢? 這個政府方案也是這樣 其實變相就是要那個候選人去派餅仔 即是不斷去找更加多人去派餅仔 所以我們這個叫 終極投共大聯盟都沒得錯了 或者終極普選大聯盟都沒得錯了 即是他們還有很多人出來說話 蔡耀昌也出來說 馬岳也出來說,張文光也出來說 反維工的終極普選大聯盟的發言人馮偉華 即是教協陰定接班人也沒有出來說 但這個方案我覺得很白癡啦 他是完全放棄了2012的 我希望那些人可以去問問卿姐 是不是? 沒有的,你以前說過2012的人都要出來交代 為什麼要... 現在的問題是說 如果沒有2012我們就怎樣 那當然不是說沒有2012又怎樣 現在不是叫做2012有格說的 2012不用說的 你明白嗎? 即是你當初的說法就是 沒有2012,那你交2017的路線圖和2020的路線圖 他現在跟你說過2012 他現在這個方案也說過2012 就是70席變80席而已 政府的70席你80席而已 現在的分別就是這樣 立法會那裡 特首選舉沒有分別了 那就是說 你這個方案對得出來 那前提是不是他後面那些收貨 那你前面那些才一招 那你還有沒有去解釋一件事 那你是不是支持政改方案呢? 如果政府這個考慮的話 邏輯上你應該支持政府的方案 你跟他沒有分別的 所以我們... 即是... 輸贏也沒有什麼關係的 為什麼? 大佬是在投稿的嘛 那不就很奇怪 這件事真的 那... 這個呢 其實如果你說 從政府談 政府其實隨時可以跟你 作出修訂去改 但是為什麼你會... 要投票回來 將來否定那個政計局的方案呢? 他現在這種做法呢 你... 很難明白 還有他要走出來說 內部爭議不大的 個個都同意這個做法 內部沒有什麼爭議 但是現在我就隨口說 我都沒有仔細跟你分析 都知道你是大鑊 是嗎? 你現在只是... 尤其是那個... 2012那兩個選舉的辦法呢 你唯一的改變就是那個 立法會選舉那裡 那跟現在的政府的方案 真的沒有什麼特殊的分別 對嗎? 而且政府的方案 是可以改的嘛 他改到跟你跟你接近 或者是一樣就可以了 那你一定沒有... 你沒有... 我看政府不用改 改來幹什麼呢? 沒有意思的 不需要改的喔 照行照做都可以 你吹得個帳啊 是不是? 現在又肯定說 你務實溫和喔 那... 現外之意 我們就混蛋了 我們這幫 是不是? 可能那些溫和的 公民黨那些人 覺得現在已經上了賊船了 真是糟糕 下不了身 是不是? 那怎麼辦呢? 這個真是... 這個終極普選聯盟 都算豈有此理 用劉慧卿的說法 真是很離譜 所作所為 都是為了... 為了什麼呢? 為了多幾個位 是不是? 為了維持香港的大局 他們跟那些維穩派有什麼分別呢? 維持穩定派沒有什麼分別的喔 它不是維權派來的喔 它是維穩派來的喔 是不是? 我們是維權派 又有一個新的名稱 這幫阿哥叫維穩派 我們叫維權派 我們是維護人民的權利 它呢 就是維持穩定 這是最大的分別 所以它叫維穩派 我們叫維權派 現在又有多一個新的名稱 麻煩大家在網上發揚江大 我們叫維權派 它叫維穩派 不是民主派的溫和派 我們是民主派激進派 這是明報幫我們標籤的 民主派有溫和派 有激進派 溫和派就是以民主黨為首的 這些民主派就叫做溫和派 民主派激進派就是公社聯盟 其實公社聯盟都不是全部激進派 大佬 寫民連是激進派 公民黨怎麼激進派 公民黨起碼有一個 有一個又未必是維穩派的 這個叫做專踢公民黨春代派 就叫做湯家驊 湯家驊叫做專踢公民黨春代派 是不是很粗魯? 不粗魯 怎麼粗魯呢? 不粗魯 不粗魯 這個人 我們講過故事 台灣的各大代表叫春代